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君子蓝 君子蓝它是一种肉质根 如果平时养护不当或者浇水过多 很容易导致君子蓝它的根系出现腐烂 如果君子蓝出现根系腐烂了 我们一般都会给它进行修根 然后重新栽种 但是想要让它能够尽快地长出新根 我们就可以用上一个小药片来帮忙 这个小药片就是阿斯匹林药片 阿斯匹林药片里面的一些水羊酸非常的丰富 它可以促进植物根系的生长 然后防止根系腐烂 还可以增强植株的一个抗病性 怎么用呢 我们在给这个君子蓝修根之后 可以将这个阿斯匹林把它对水稀释 然后将修过根的这个君子蓝把它泡进去 这样可以触发它长出更多的新根 之后我们给它配备好比较疏松透气的盆土 然后也可以取上一些阿斯匹林药片 把它碾碎成粉末 掺在君子蓝这个盆土里面 然后再重新栽种君子蓝 这样君子蓝就可以吸收到 这个阿斯匹林里面的以前水羊酸 它很快就能够长出更多的新根来 一般大概20天左右 这个新根就能够长出来了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